如果客户改变了说话方式 比如说你就是这个小王 你是小廖对吧 我是客户 你问我 你说你是不是在挑三拣四 如果我说我就是在刁难你 你怎么回答 我想先问一下 请问那个客户您 首先是您的那个风格 是要定义为哪个风格 以及产品的一个定位 是适合哪些人群的 我就不想让你设计 我就不喜欢你的设计 行 那这样 那我们公司还有其他的设计师 可以换人吗 我想把这个单子拿掉 不到你这儿做 这个的话 那个客户 这个就很抱歉了 首先第一点 还笑一貌笑的 设计的东西又那么差 现在要我临时换人 我对你们公司 已经没有信心了 我要换公司 我不是换人 是这样的 那客户给的 您给的那个 预薪的一个薪酬 首先是那个 没法给您退的 但是我这边的话 是一直做到您满意 就是说我们会换设计师 只要做到您满意为止 你看可以吗 你真的有这么好的脾气吗 你唱个歌我就不换人了 不换公司 两只老虎 两只老虎好得快 做设计人员能做得这样还不错 他不是设计人员 做饮包的 对 设计人员如果这样 设计人员早就翻了 好多做设计的人脾气好降 我刚才觉得他的态度 其实你知道吗 非常好 非常好 在哪里呢 他说你说我不行 对吧 我可以给你换一个设计师 然后你说这单子 不给我公司做了 他马上就说 我们可以改方案 不是 他说钱退不了 对 这句话说得也挺好的 我倒觉得他适合做业务 在公司里面 如果今天发生他这样 普新的情商是很高的 普新是具有高情商的 他有种素养 他就是那个湖南人 很聪明的那种 他就是他们学校的学霸 他一定是 难怪他说 他可以代表学校了 我还不好意思的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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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点羞涩 一个大学男生青涩的样子 来 第二轮选择 续口脸 还有十三盏灯 来 从潮汐开始 我觉得你是一个全能型的人才 好好培养的话 前途不可限量 六人游定制旅行 给你的岗位是产品助理 薪酬是四千 聚焦摄影 为你提供的岗位是产品运营专员 然后工作地点在北京 薪资是四千五件 CLAX为你提供的 也是产品运营的岗位 地点在北京 薪资是四千 金山营给你提供的是 产品实习生的这样一个岗位 然后是在我们的AI团队 你还可以学一些 AI相关的知识 我们熊九集团 是专注于中小企业孵化 和投资的这么一个集团公司 然后我们旗下有一个平台 叫熊三网 就是专注于中小企业孵化的 也有线上 也有线下 有线上的APP 我希望你能加入我们集团公司 然后把你们学校里面的学霸 都吸引到我们公司里面来 好的 谢谢 五八道家给你的岗位是运营专员 那么你刚才所表现的一些能力 其实没有在运营上面 所以说从运营专员开始 薪酬是四千 股房红堂的天猫和京东的旗舰店的运营 收入是四千家 要说明的就是目前的团队 是在这个河南洛阳 但是我们下一步是要搬到广州去 好的 等下给你的岗位是 也是产品运营专员 然后薪酬是四千家工资店在北京 我们英浪文化是公关活动公司 给你的岗位是新媒体和这个活动的执行 而地点是在北京 然后薪酬四千家这是十七岗 我们梅尔木演科医院 是一个大健康产业 给你的岗位是 我们北京梅尔木医院的 品牌运营的岗位 有人带你 好的 谢谢 《花生之夜》给你提供的岗位 是产品专员 就是偏线上的 工作地点是在青岛 那个四千五家还有七成 好的 谢谢 斯凯乐这边 我世界有很多值得你发挥的地方 因为我们的产品就十五产品 斯凯乐户外 一个是在贴猫 京东我们做产品的这种业余 但这种业余其实是偏销售一些 还有另外一种 其实是可以把你的H5也好 和交互式设计 用于就是做出一些小产品 放在微信上 那个五千 工作地点北京 你好 谢谢 加入恩都里 会做一件伟大的事 为什么呢 在一万四千亿的大米的市场当中 我们要做老大 所以说呢 你要做 加入到恩都里之后呢 会做一件中国大米老大的事 那么我给你的岗位呢 是产品运营 然后薪资呢是四千家 地址呢是在北京 好 谢谢 来 留两盏灯就可以了 其他都灭掉了 十秒钟 您好 我第一次看灭灯 灭得这么宽快的 曾华 你怎么这么磨叽 不想当老大 不是 我知道你会灭我 都自己来看 有意向企业的 可以啊 有请刘文君 郭兰 谈钱不伤感情 你这么支持我 我加个吃和住啊 金山云能提供 更好的一些条件吗 我们都不用加 我们正常就是那个四餐 人家在说住啊 我们每天保证四餐 然后实习的岗位 是有这个住宿的 考虑十秒 做出最后的选择 金山云聚焦或者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金山